库里如今是NBA门面球星之一 他是公认勇士队史第一人 他用三分改变了联盟格局 在空位里仅次于魔术时存在 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在三分领域他就是最强存在 不过成就如此之高的库里 在09年参加选秀是第七顺位 在当时还有6人在他前面 那这6人是谁 发展又如何 今天我们就有答案 又至乔尼弗林 这位只有一米83的矮格后卫 新秀赛季还不错 场均能贡献13.5分2.4篮板4.4助攻 表现可圈可点 正当他打算大展宏图时 第二个赛季音商数据大幅下滑 之后被交易到火箭和开拓者 彻底是沦为了替补球员 整个生涯就一个新秀阵容荣誉 归根结底还是身高矮了 如果他能高5厘米 生涯也许就不同了 伍至卢比奥当年可是被誉为金铜 他在国际赛场的表现 但是来到NBA 卢比奥没了国际赛场的经验表现 在NBA就是普通首发空位水准 除了新秀一阵 荣誉方面可以说是颗粒无收 生涯数据场均11.2分4.2篮板7.4助攻 除了助攻数据可圈可点 其他都很一般 在NBA就是一般球星水准 比库里差了太多 似是泰瑞克埃文斯这位小伙子 可是出道就巅峰 新秀赛季就有场均20加5加5的霸气表现 就是第一年太出彩 很多人对他是寄予厚望 认为他至少是全明星级别球星 结果这哥们自己太浪了 各种负面新闻还沾染违禁物品 联盟也是果断逐出了联盟 等他能够打球时 已经是过了巅峰 现在都没人敢要他 他属于是高开低走 在NBA存在感不高 三致哈登哈登最早是替补 来到火箭生涯才迎来了转折 他是手握三个得分王 一个MVP 六次一阵 在分位排名里 那是前五存在 不过哈登离开火箭后 球权低了 实力也下滑了 现在就场均20分出头 反正现在只能算准巨星了 未来只能是扮演二当家角色 他足够优秀 但是跟库里比 差距还是很明显 二致塔比特塔比特就是高 NBA一直都是内线 优先选择 灰熊就是看上了他2米2一身高 结果来到NBA 完全沦为了饮水机存在 只打了五个赛季就被联盟抛弃了 之后转战其他联赛 都是打酱油存在 在CBA也是碌碌无为 他真的浪费了如此出色的身高 一致格里芬 格里芬出道也是巅峰 常年是五家球常客 他的球风华丽 扣篮令人印象深刻 技术在同位置也细腻 特别是控球相当出彩 但是格里芬被伤病毁了 早早就沦为替补 伤病让他失去了斗志和兴气 现在就是联盟板凳角色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